布林什维克夺权成功后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仍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在这一时期经历数次流放刚归来的斯大林 开始大战拳脚 凭借先忍不拔的性格出色的工作才干和果断的形式风格 斯大林在党务政府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如果说苏联魏国战争时期的朱可夫是斯大林的救火队员 那么苏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期间的斯大林 就是列宁的超级救火队员 战争中 列宁经常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派斯大林 到各个重要的战线挑重弹 斯大林先是被列宁派往查理金征梁 在那里 征梁官斯大林 不仅出色完成分内工作 还与苏俄红军地造者托洛斯基展开交锋 沙发决断 出世锋芒 如愿谋取到意义重大的军事权权 随后 斯大林又以特派员身份 前往彼得格勒 经他一番整顿和反攻 保卫彼得格勒有功的斯大林 获得红旗勋章 紧接住 斯大林马不停蹄 赶往岌岌可危的南方战线 在他领导下 不求尼的骑兵部队大显神威 在南线越马洋乡 横扫邓尼金 通过一系列打击再一次扭转战局 看来真的是列宁一天也离不开斯大林了 还没等些口气 列宁给付西南战线的命令又来了 斯大林终于不耐烦了 拍去电报 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该由我关心西南战线 这完全应由军事委员会来关心 据我所知 他的成员身体都很健康 而不应由斯大林来关心 他的担子本来就过重了 收到斯大林的白浦电报 列宁非但没有生气 还尽力安抚这位劳苦功高的部下 不知得到何种许诺 斯大林还是来到了西南战线 当时正值西方战线吃紧 在图哈谢夫斯基地西方军 一路打退波兰军队 向华沙进军的关键时刻 红军总部下令 将西南方面军一步 调拨图哈谢夫斯基指挥 斯大林拒不执行此命令 虽然在多种因素下 苏俄红军此一兵败华沙 但到了1920年底 苏俄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 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 作为在家乡乔治亚从事多年革命工作的斯大林 民族工作一直是他的老本行 战争期间 斯大林因军务繁忙无暇顾及 战争结束后 特别是在1922年担任总书记后 仍兼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他 开始抓这项工作 当时在苏俄境内 同时存在的苏维埃共和国有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和由乔治亚 亚赛拜然 亚美尼亚组成的松散的外高加索联邦 1922年8月 以斯大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 丢制自制化方案 规定其他三个联邦 作为自制共和国 加入俄罗斯联邦 看到自制化方案 列宁专门找来斯大林提出修改意见 把加入改为联合组成 以示与其他共和国的平等 同时慎重考虑 并尊重外高加索三国各自独立加入苏联的要求 因对斯大林粗暴的工作方式 有助深入了解 列宁就此事与其他领导人频频谈话 还专门给托洛斯基写信 请他出面制止斯大林的过于粗暴和操之过急 有了上方保健 在托洛斯基等人的二中支援下 乔治亚领导人站出来激烈反对斯大林的自制化方案 要求直接加入苏联 而不是通过加入外高加索 联邦这个多一环节 却降了一级的方式 家乡人为何跳出来跟自己唱反调 斯大林自然心知肚明 乔治亚问题持续发酵 钢铁斯大林决定出手了 首先 当他获悉列宁 托洛斯基的那封信后 立即在代表大会上发表宣告 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 托洛斯基同志 早就收到列宁同志这封信 他居然能搁置一个多月 就这样看着我们在各种留言和传闻中茫然 一时间 谴责之声四起 火力迅速集中到托洛斯基身上 他在会上关于支援乔治亚的三条建议 也被一概否决 与此同时 斯大林派出的调查委员会赴乔治亚 一番走过场的匆匆调查后 乔治亚的地方删完主义 受到严厉批判 姆基瓦尼等领导人 被强行调离岗位 斯大林在事后做报告时 不无得意说道 在一块叫做乔治亚的苏维埃领土上工作的某些同志 看来 他们的脑子并不是完全正常 对斯大林的大义面心 就连布哈林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我们亲爱的朋友科巴 斯大林同志 他以乔治亚人的身份 反对乔治亚沙文主义 这我理解 就这样 列宁的亲笔信都不起作用了 其他人的不同意见 更不在话下 最终 大会通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斯大林的民族路线 成功得以贯彻 对此 靖迪托洛斯基后来不无感慨地点评 清楚即将失去列宁的信任 斯大林强势出击 不惜拿家乡乔治亚下手 通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站稳了脚跟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